那么这次市与赛我们特别想要申办第一个主场对沙特的比赛 全国有20个城市提交了申办意向 光首场比赛就有长春 重庆等9个城市提交了申办意向 竞争非常激烈 很荣幸我们获得了首个主场的承办机会 我们大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气候非常隐人 在比赛期间的温度非常适宜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足球场 大连缩鱼湾足球场 拥有世界上顶级的一流足球训练基地 大连经济基地 同时我们的酒店接待能力 交通等方面便利便捷 因为9月5号我们打完日本之后 因为日本离大连的距离特别近 交通非常的便利 能够帮助球员减少周少劳顿 帮助球员更好的恢复体能 备战首个主场的比赛 去年大连苏鱼湾专业足球场 承办了多场国际A1赛事 无论是从场地条件 包括我们的接待能力 还有我们办赛能力方面 都受到了各界的认可 那么这次18强赛对于比赛训练接待的方面 都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准备在场地方面 硬件检修方面都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更高的要求 会全力配合中国足球员在大连的工作 中国国家队晋级到了18强的比赛 社会各界的反响非常的强烈 尤其对于我们足球领域来说 深受服务 第三阶段18强的比赛水平和关注度 都在飞速的上升 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影响力 不仅仅是比赛层面的 希望以此为契机 继续擦量足球员的名片 面向全国 面向世界 展示大连足球员的风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